- 全世界最知名的主播 - 全世界最知名的主播 Tucker Clawson 現在可以算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主播了 他離開 Fox News 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他真的證明了我們不需要低頭 我們不需要政府 大公司什么联盟的 只要我们够强 只要我们够强壮的话 左派不可能取消我们 他最近访问了一个人 不是什么共和党的谁谁谁 不是哪个哪个候选人 而是匈牙利的总统 Victor Orban 整个访问非常的棒 只要你是个人 你都应该要看 宣经问道有中文翻译 谢谢他们 这位匈牙利的总理 谈到的不只是什么东方世界 或西方的分界线 或什么中国跟西方 而是整个西方的内部的分界线 分格 我在这里用了这个 寻经问道的这个翻译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我意思是 我意思是 西方的西方的西方 现在 现在的主要线主要是不符合的 ideologies 它是深深的 它有一个专业的专业 所以在一边 在欧洲 可能在你的国家 但在欧洲 一定会 有组织的人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是他们的 ego 他们自己 这是中心的中心 另一边的人 另一边的社会认为是不正确 因为有一定的事 比起来我更重要 比起来我把我自己的 ego 家庭 国民 神 因为比起来我更重要 我必须能服务这些高级问题 所以这国家 这里的盛亚 而其他社会 只在我与自己的关注 是比起来国家的政策 主要的政治活动 非常棒 对不对 观察入围 这个总理 你看完整个访谈 你会了解 他真的是一个 严谨的 充满智慧 充满学问的一个人 而且他对于知识 学术以及智慧 是非常重视的 是一个很严谨的 一位政治人物 你会期待 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是这个样子 你会期待 每个政治人物 每个名义代表 其实都是比你强的人 这样子 他们才会有资格 在上掌权 但是事实总是 跟期望相反 OK 我们的不是 Joe Biden 这样子 Anyway 那他很强的一点就是 你会以为政治人物 都在象牙塔里面 OK 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不了解民间疾苦 但是他不是的 他反而是在一个 政治圈里面 挣扎 征战的一个人 他对于历史 还有哲学的问题 都不是随便讲讲的 很明显 他的回答 是有经过思考的 而且可以把 很复杂的东西 很困难的问题 用很简单的方式 让人理解 一个人 是不是真正了解一件事情 还是他只是在背书而已 就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 如果他可以把 这个样子一个 人类学 在西方世界里面的一个分歧 这么复杂的问题 把这个东西 简单化 平民化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的话 就表示说 他真的了解这些东西 他说的就是 这里就是分裂点 有一堆人认为 我我我我我 me myself and I 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地球为我而转动 宇宙为了我而存在 然后另一群人认为说 这个世界 有其他的东西 是比我还要重要的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多么真实 多么宝贵 我们常常把东西 弄得很复杂 什么左派右派 传统左派 自由左派 传统右派 自由右派 然后画个十字 然后在那边 问一堆问题 然后说你是哪一种人 民主对上王权 独裁对上自由 暴民暴君 一堆政治的字眼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 其实就只有两种人 我我我我我 对上这个世界上 有比我还要重要的人事物 就算是保守派也是一样 如果你找一个保守派 基督徒聊天 OK 嘴巴上一天到晚说 爱国者爱美国 你试着把它灌醉看看 他可能就会承认就是 对啊 我存在就是为了我享乐啊 我什么什么爱神 爱家爱灵社什么 我在乎就是我 OK 我可以控制的东西 OK 我爱爱我自己 在乎我自己 我跟菲利亚 就亲自的遇过 一个这个样子的人 是什么 什么前川普的顾问 然后上台就是讲说 我是天主教徒 我爱神 我爱这个国家 God bless America 结果私底下 我问了他几个问题 他就说 No 就是其实就只有我 我知道有没有外星人 而且只有我 有我这样子 Security clearance的人 才可以知道的 宗教信仰 只是我们共和党的人 要拿来控制人的工具而已 我跟菲利亚 一听到 在整个在会议室里面傻眼 心里想说 到底有多少 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存在啊 Kim Kardashian 他离婚的时候 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要爱我自己多一点 我要认识我自己多一点 我现在 40岁了 我现在要 为自己而活 学着怎么样爱自己 很多人是这个样子 好像他之前都是在为其他人而活而已 之前他都是使怀者 都是 Mother Teresa 德雷莎修女 花了一生的时间去爱别人 然后现在终于要来爱自己了 所以 这个分裂点 不是只有左派才有的 包括保守派 甚至传统的自由派 共和党 基督徒 还有现在什么 红耀丸觉醒的 什么Sigma male 希格马男性 还有那些什么保守派 追随那个什么 Andrew Tate那种人 那种 说什么 这才是真的男人 OK 这男人就是 要为了钱 为了权力 为了女人而活 这样才是自由 我我我贪婪 不是一件坏事 是一件好事 是我的自由 是我 宪法的权力 给我的权力 是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要为了我的利益而活 你没有资格管我 那 在匈牙利 跟绝大多数西方国家 有什么不一样 他讲的非常清楚 我贪婚 是一件事 我贪婚 是一件事 我贪婚 我贪婚 是一件事 我贪婚 我贪婚 是二件事 我们的 是重新的 我们 我们 how we are linked together family nation god what is common you know so we the hungarian nation that's how we speak on that it's totally out of fashion now in th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but why would that be so provocative to certain people in the west i mea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traditions mongolia has its own religions language true but that's not offensive but something about what you said is very offensive because in in the western societies politics very often led by intellectuals and the intellectuals like to to be ideologies a special approach from the ideal point of view and you know ideology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because it has an exclusivity so when the liberal says that this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ety it means that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interpret the society if you do differently you cannot be a good man so we have another interpretation we have a christian and national mor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being and society but they can't accept it because it's different so we are plural they are hegemonistic that's the problem 多棒的一個理解模式而且他說西方跟匈牙利的社會 不同的地方匈牙利的自由在哪裡我為了我的利益而活一聽就知道 這並不是一個西方傳統自由派說的自由更不是基督教在教導的基督徒的自由 而是一個現代自由派的一個自由這位歐爾本總理在說的就是這個 然後他並不是只是在訴說而已而是在說這個思想是現代西方主流的思想 而他們他們匈牙利這個國家則不是這個樣子他們認為說雖然我很想 為了我自己而活雖然我也很想要追求自己的快樂 但是我們了解有其他東西比我還要重要就是家庭國家跟上帝 家庭就是最基礎的政治社團 家庭就是最基本的building block 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們活著其實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家庭 不管是現代自由派還是傳統自由派跟傳統基督教最大的差別就是 各位聽好了我不知道被問過幾次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就是自由派或是自由主義的人 不管是傳統自由派還是現代自由派 認為社會最基礎的核心是人是個人 然後基督教教導還有亞利斯多德 OK Aristotle還有保守派認為社會最基礎的核心是家庭 家庭是要包含隱私權的是要被隱私權包含的 因為politic is public OK政治是公眾的會包含其他的人在裡面 然後人是活在政治系統當中的 人類是群軍的動物是需要社會的動物 所以這位匈牙利總理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是以愛自己為出發點的 而是以愛家庭開始延伸出去到愛國 國家的主權跟法律的重要性 因為國是家庭的延伸是部落是村落 是眾家庭聚集而成的延伸 所以愛國主義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然後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這些秩序是為了什麼 就是神 因為有些東西是良善的 有些東西是美麗的 是真實的 然後其他東西是噁心的 是要來偷竊殺害毀壞的 那我們就要離開那個樣子的東西 然後真實真理是什麼 就是神 就是耶穌 就是道路生命真理 所以這就表示我們不只是在討論政治的時候 而是在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要向往的目標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容易 而且這位匈牙利總理 Orban 我之前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 而且他非常的謙卑 你會想要來這件事 你會想要來這件事 这是一个国家的负责 让它们参与的亚厅 你知道 它是一个古代的亚厅 这个国家被建立了1100年前 所以我们是一个历史的亚厅 用的是同样的语言 没有人说同样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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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要保持这个语言 要保持这个国家 是一个大成功的成功 所以我们祝福了 我们在这些年轻人做的 我们还是一千年 我们还是一样的亚厅 而是一个亚厅 而是一个亚厅 我们很羞乱的 我们很羞乱的 我们很羞乱的亚厅 我们很羞乱的亚厅 我们很羞乱的 我们很羞乱的 这不是很羞乱的思维 今天是一个国家的思维 但是在亚厅里 我们还是很契狱 和静似的 和和那些价值 和和那些价值 它在这个访谈上面说 我们就一千万的人口 小小的匈牙利 我们不是要带领个什么东西 变成一个什么 霸治世界的一个强权强国 但是我们的处境非常特别 我们说的话 全世界没有人在说 全世界就我们一千万的匈牙利人 在讲匈牙利话 我们却有非常深的历史 小小的国家 却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国家 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国家 或许这是你们可以透过我们学习 透过我们的经验 那它在说的东西是什么 它在说的就是一个统计数字 就是各个不同的思想 在社会当中创造出来的结果 换句话说就是 这些思想结出来了什么样的果子 什么意思 所有西方文化的这个国家 都在死亡当中 都在衰退当中 这包括接受西方思想的国家 也就是我们找不到下一代来替代我们 我们不停止生孩子了 OK 年轻人享乐 滥性 认为说这叫自由 然后生育力不断的下滑 只有一个国家 开始把生育力这个问题翻转了 然后刚好就是一个国家 没有把我我我 我是我我是谁 什么什么什么 放在最主要的一个社会模式的国家 而是把家庭 国家还有神摆在第一的国家 匈牙利或许不是一个GDP最高的国家 匈牙利或许不是一个 经济发展最蓬勃的国家 但是他们目前是唯一一个 还在乎神跟信仰道德观的西方国家 而且现在是唯一的一个西方国家 还在生养众多的国家 循经问道的标题上面写的是 访问匈牙利总理奥尔班 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也许只有川普能拯救世界 我觉得标题下错了 我很感谢循经问道翻译这个影片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这位总理在说的是 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真的只有基督能拯救世界 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假的 民主 自由 包容 接纳 我们要的是 基督 民主长什么样子 这个我只会放一个新闻片段 OK 然后我讲几句话而已 我不想要花任何时间去 讨论任何篇幅去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的民主斗士 OK 在乌克兰最前面跟俄罗斯战斗了 为了民主 为了自由 为了美国价值的 这个 Zelensky 折连斯基 说 他不会举办乌克兰的选举 除非 OK 除非 美国跟欧盟付钱 Yeah 没有错 最在乎 我们的民主斗士 OK 要钱才可以继续保护民主 Just a thought OK 没有在说什么乌克兰怎样 或俄罗斯怎样 而是在说 我们需要的是耶稣 属于世界的民主 而且还可以暂停选举的 泽连斯基这个民主斗士 跟谦卑在耶稣脚下的匈牙利总理 成功的翻转这个世代的生育育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就在我们的选择当中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